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还记得那一天陈宝成 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他说古军山的名字 从国防部的官方网站上消失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觉得古军山就进入了我的视线 实际上就是我当时在浦阳的采访 持续了两周 对古军山早年入伍以后 他的经历以及他的情况 完全是一片狠狠 我当时就是在网络上 变换这种搜索词 也就是很笨的这种办法 不断地翻这个网页 一百多页的翻 往下翻 包括在网上看他的 有一些人对他的议论 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我发现他们 我就跟他们取得联系 但是很多战友都不愿意讲 好在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是 有一个 其中一个战友回到我的心 他给我推荐了 他的上司 也是古军山的上司 当年古军山就是他接的兵 我记得那天晚上 我跟他取得联系的时候 我特别高兴 我就说 如果您要是愿意见我的话 我当然非常愿意 他说是 那等见面再说吧 我想不了那么多 立马就订票 第二天一大早坐头半飞机 就飞到浙江的一个地方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出现在他的面前 让他来不及后悔 我到了那个镇以后 住进宾馆 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才是上午10点多 当时他接到我的电话以后 他愣了一下 你在我们这儿哪儿 我觉得就是从我接到信息 然后一直到这个稿子成稿 有一年一个月的时间 张靖跟我说是 就是他不一定能保证这次上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 反正没关系 反正我已经等了一年了 预警未来 记录历史 它是一个很性感的职业 我没有觉得这个过程枯燥 因为我觉得它像破案一样 它像大海捞针一样 在那么多的万千的陌生人 当中找到它 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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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